大家好 马斯克的SpaceX公司出了一个星链系统 中国也是4月28号把中国版的星链正式接牌了 叫中国星网 中国星网它是什么背景 咱们谈的 国产卫星加入低轨资源争夺 不只是为了6G做准备 其实还有军事意义 落户雄安新区的第一家央企 也是国资委公布的央企名单 仅次于电信连同移动之后 又一家通信运营商 中国卫星网络集团 简称星网 注册资本是100亿元 2020年4月 国亚发给首次明确了 将卫星及互联网纳入新基建 中国版的星链就诞生了 就是这家中国的星网公司 全称叫中国卫星网络集团 中国准备把它打造成仅次于移动 连同电信之后的新的通信运营商 近地轨道 更多的中国星座 卫星星座将要现身 4月28日 中国星网正式接牌 就意味着不久将来 是咱们抬头看天上 这个马斯克那个星链 看到吗 那一串对吧 那中国的这个星链也会 不久的将来就会 在中国地轨卫星 中国的星座计划 很多这种卫星群就会 大家能看到 肉眼能看到 很多这种星座群 卫星群在低轨 能够肉眼见到 这次这个星网集团成立 不仅是中国卫星通信 卫星应用产业一个里程碑 也是航天产业 对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响应还落实 星网目前带着神秘感 目前没有官网 还没有发布招聘信息 信息并不多 咱们聊聊他的前身 新网或合并未通 官方还没披露 但新网结盘之际 有媒体就给了一个 秘密的高管人士 矿简名单 包括董事长 总经理 副主席 副书记 多位副总经理等等 在这个相关数据显示 新网董事长为张东辰 曾先后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任职 新网总经理为杨宝华 有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背景 另一个董事叫李小春 有航天科工的背景 现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副总经理 李小春现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副总经理 在媒体报道的人事名单中 李小春成为了新网的副总经理 人事名单中 联通的副总经理 范云军将任职新网副总经理 有机可循是4月30日联通发布公告 范云军因工作调动 已提出书面辞职 4月28日起生效 目前新网公司的定位 主要是卫星宽带运营商 自身部制造生产卫星 新网采购招标的 除了国家队以外 还可能是九天银河等民营企业 以及实现资源整合 他有可能是整合一些民企 给他做外包一些活动 卫星互联网建设主要由国家布局 尽管目前新网还没有指定的公用商 但民营企业应该是 公用链和应用业务商都会有机会 这是得到了南京 事与天机通信基础的公司 CEO的证实了 结果他们公司应该是证实要参与 事实上与新网有类似定位的 还有一家央企 就是中国魏通 魏通是2008年被一分为二 分别并入了航天科技集团 还有中国电信 那新网诞生之际 会不会和魏通有什么关系 航天业内的人士分析来说 未来魏通很有可能与新网合并 您单上看 你看总经理 副总经理 都是航天科技系的 与魏通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未来要1.3万颗卫星 在中国卫星加入低轨资源争夺战 现在马斯克走先了一步 那么中国也是在拼命的 要把自己的火箭成本降低 就往服侍应该是在28年 要有测试 那你可以想这种 未来大批量的卫星要满天部 以后你天上就不会有什么 有什么黑 全黑了 有可能是所有的地方都会不满卫星 这种小卫星 各种星座 中国未来要打1.3万颗 而且还要准备在6万颗 地球可容纳近地卫星的总数 这个基础上要布局 你可以想 总共要能 地球近地轨道能布局6万颗 中美现在正在疯抢 所以低轨卫星资源争夺战 现在正在悄悄打响 记住我说的数字 6万颗 只有6万颗能够在低轨 能够部署 现在马斯克和中国在争抢 今年5月9号 马斯克的SpaceX 一次将60颗星链卫星送入近地轨道 由此星链在轨卫星数是1553颗 这是美国马斯克他干的 但这只是他的一个小小部分 整个计划是将近要在近地轨道 发射4.2万颗 卫星组成的巨型地球星座 6万颗他要抢4.2万颗 就是说什么意思 给中国留下的空间是越来越少 那中国必须要在 马斯克在完成整个4.2万颗星组 建成之前要抢更多的位置 所以中国其实在于马斯克在拼 马斯克要成为全球提供宽带上网服务 这个唯一 你看他4.2万颗可不就唯一了 中国现在正在拼抢 也是要准备做 这是未来6G 未来6G网络的一个核心技术 有1.2万颗马斯克已经被允许发射 马斯克放豪言说 星链建成后 预计每年收入可以达到300亿美元 10倍于目前的SpaceX 他激进的轨道资源争夺 被网友称为霸占太空 而且是要抢占全人类的太空资源 而且是这种资源是不需要付费的 你可以想想 这就等于是一个帝国了 太空帝国 马斯克太空帝国 虎子单单的还有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 亚马逊的叫科伊伯计划 贝索斯要升空3236颗卫星组成星座 他们也要分一杯羹 为了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授权 他需要在2026年前发射至少一半的卫星 根据多家公司的披露 星座资料 2029年预计有5.7万颗卫星将被发射到近地轨道 换句话说 这5.7万颗已经饱和了 让地球6万颗饱和量 已经可以达到饱和 又说什么呢 所有国家在2029年前 圈地运动结束 太空的近地轨道 卫星资源全部瓜分完毕 中国应该是要抓紧时间了 自己的卫星要打1.2万颗 先抢一步 美国马斯克也是受批准的1.2万颗 一样 目前卫星需要向国际电信 卫星联盟 ITU提出申请 有ITU分配空间 评断资源原则 是先发先抢 美国现在已经抢战先进了 中国不能错过进轨资源争夺战 如果不行动 意味着即使自身技术实现突破 没有空间资源 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目前中国国家队的星座计划有航天科工 红云156颗 行云80颗 还有航天科技的红燕300颗 数量上都不过1000枚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1月 ITU申请文件中出现一个叫GW为前缀的中国巨型卫星星座 核计发射1.3万克 这个是目前中国星座计划中 卫星数量最多的一个 换句话说 这有可能就是国家队上了 代表什么呢 GW应该很有可能认为是国王的简写 并不只是为了6G要抢战先机 其实还有军事仪 星链已经开始测试 运营商用了 不少网友上传了他在美国各地 是测试的网速 最高呢 还有上行速度 下行速度 下行速度是209 下行速度209 上行是47 最低速是15秒 接近5G了 也就是说下行速度低至0.67 延时256 那么接近5G了 换句话说他应该初步的商用 这个成功 美国网速测试统计公司 也是最新数据星链 卫星互联网服务的 适用速度突破160 超过了美国95%的宽带用户了 美国是地广人系 建设地面基站难度非常大 还有就是5G的基础建设 不及预期 卫星互联网似乎现在成为美国5G的替代者 相比而言 中国的5G建设目前全球里能跑 中共拉瓦风都实现了5G直播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很多人问 为什么要搞 中国已经5G基站了 为什么还要搞互联网 卫星互联网 除了卫星通信 比地面基站 其实有不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优势 还有是什么呢 它可以为未来的天地一体的6G做准备 未来天地一体6G 也是必须要有近地卫星 行座做支撑 18年7月 ITU就设立一个网络2030焦点组 着手开始6G技术研制 2020年2月发布了6G研究计划 19年3月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开放 95千兆赫到3太赫兹频段 供6G实验使用 中国在19年11月也建立了6G工作 推进工作组 总体专家组 当前是不对称 科技竞争第一战 就可能在6G 卫星互联网战场打响 美国放弃5G 在6G领域 以卫星互联网这种不对称形式 再进行下一代竞争 新世纪的两栏一星 应该就是卫星互联网 他认为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 卫星互联网意义还在于军事应用 比如星链 卫星拥有发射全向波数的能力 就可以对导弹航空器航天器进行摇测 跟踪还有控制 什么意思 你看那个吉林一号卫星点 它确实能跟踪 遥控摇测 所以这个意义是军事意义非常重的 所以这个也意味着什么 中国绝不能落后 有望年产1000颗卫星 是新网成立以后的一个战略 中国的卫星批量生产 天津建设相关的生产线 实现年产130颗卫星总装能力 届时每周应该可以出厂2.5颗 民企业方面九天卫星 还有其他的生产厂商都开始大规模建造 卫星工厂 应该是年产可以打百颗以上 这种百公斤级别卫星 银河航天计划也是打到 年目标是300到500颗卫星 中国有望是年产1000颗以上的卫星 所以你可以按照速度1000颗每年 然后到1929年正好是可以达到1.3万颗 这个实际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实际生产能力 制造能力 SpaceX一箭发60星能力 目前中国的杰龙三号运载火箭 也具备了一箭20星以上的技术能力 中国浙江将推进投资总额是200亿的 宁波国际商用航天发射中心的项目 中心就在象山将建设中国第五大航天发射场 也就是说 从兴旺开始又进入商业发射阶段 从宁波第五大航天发射开始建造 看出中国卫星互联网建设将会加速 刚才我谈了 地球近地同步轨道只有6万颗的承载量 那么美国人马斯克就准备抢4.2万颗 中国人也是准备在29年之前要发射1.3万颗 目标应该是与美国人争抢太空资源 我觉得这种竞争已经开始了 中国人在星链 这种美国的星链计划上 中国也要必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麵 得 jeżeli Sig 这 would 看到 Mist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